大家好,这里是天阳玄机 如果是有八字手下面向风水方面的客户可以进行关注 我们看一下这个手掌是比较乱的 包括它的色泽也是比较暗淡的 白点比较多,清筋明显 身体是比较虚弱的 体质比较差,肠胃,特别是肠胃不好 多思多虑 建议是放宽心,不要操心太多 一切会顺其自然 这个身体还是最重要 整个就是看身体状态不太好 而且近期的运势是非常糟糕的 我们看这个掌纹还是比较浅的 凡是掌纹比较浅的人 有一股聪慧之间 就是说比较聪明 但是相对于说身体条件会差一些 一般是这么去看掌纹的深浅 如果是又粗又深的 那么这个是身体不错 多从事,但是脑力可能会差一些 多从事体力 怎么去看 这个像这个就是掌纹比较浅 而且比较乱 身体虚弱 不适合从事一些体力劳动 智慧断 智慧现在也是偏短 做事方面的精力不够充沛 干净不足 但是呢 性子偏急 因为为什么呢 它这个弧度偏直 包括身边的弧度也是偏直 非常的固执 急躁 做事有时候欠缺考虑 这是一个 我们来看这个 这个就是感情线呈现这种链状感情多坎坷 感情线上也有小的导文 所以说容易在感情方面遇到一些小人 这就是女的呢 就容易遇到渣男 那么夫妻之间呢 可能比较摩擦坎坷比较多 事业上起伏不定 智慧线还是不错 比较长 比较聪明 但是杂纹比较多 心绪比较乱 喜欢呢 这个敏感 脑补一些事情 胡思乱想 情绪 起伏比较大 整体掌纹来看呢 还是纹路比较偏浅 精力不是很旺盛 特别是在生命线来看 特别的浅 偏直偏浅 我们看这个三大主线 清晰深长 是运势根基不错 事业和财运都会达到比较高的水平 感情上也是很美满 没有太多的阻碍 这就是典型的 纹路深浅适中 纹路也比较干净 没有什么杂纹干扰 这是比较典型的一种 比较好的手相 好的纹路 好了 有关这个手相特点就分享到这里 这里还是天洋玄机 如果是有困惑可以进行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